实验和实战结合是我们这次科学分解太极拳的特点 当实验解释不了的时候 要用实战说明问题 而当实战提出新的问题时 新的实验也随之产生 当然神经的控制能力对于动作的完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于搏击当中的动作 这些指标显然不能说明问题 有氧能力和神经平衡是人体最重要的健康指标 显然张志峻处于差的水平 但是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平衡并不是指张志峻 破坏对手的平衡才是太极拳真正的目的 那还剩下什么心理素质 技术 手法 技战术 所以后来我想应该是技战术 是他这战胜的关键之一 实验进行到这里 数据已经证明太极拳并非只靠力量 体力取胜的拳法 发挥技巧是他至高无上的目的 以柔克刚 是一种充满哲学意味的战略思想 他的历史上张力 他所有的历史上会膨胀 他如果是个圆的话 那么就像我给你说过一个例子一样 就像那把雨伞 如果我把这个雨伞给撑开以后 他这个力是很强大 他可以正面的风都吹不吹不滑 它膨胀的这种力 左右近粘开的双臂恰好是个圆 而童子拜佛仍然是个圆 拧手也还是个圆 不过这仅是第一个圆 它通过臂的旋转 通过画圆 通过这个曲线运动 它对你的施压的压力也是一样 通过自身手臂的旋转 形成第二个圆 如果我再去旋转 那么就是你在两个圆下的运动 你是作用不在我身上的力 也就是说你很多力 对我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没有用 也就是说 当两个圆相加后形成的圆 才是最神奇完美的圆 这个无穷无尽的圆 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认识的圆 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神鬼莫测 而又人力可及 前后是本能 左右是技巧 上下是好样 这六个方向 你所有的圆都按照六个方向去画 你出来的力就叫魂远力 就叫魂远力 这种魂远力是练无数人梦寐以求的 无线 切线 变化 这一系列动态的运动 已远远超越了六个方向 并同时赋予了我们 欣赏传统文化时 崭新的世界 它是以学会这种圆通 学会化解 它学会转变 学会变化 动态 这种哲学思想 又知道这种技术 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 它的强大足以完成不可思议的倚弱胜强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 也就明白了原 已不再是简单的图形 它晦涩的哲学内涵 是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身体 完美再现的情境